天下足球第三集 又和各位球迷見面 今集我們會說說 劉卡素, 柏比詩詩詩, 冬季彪王, 兩個世界球 嘩, 點到你不服 蘇金堡, 蘇, 終於退役了 我們尊敬你 恭喜皇馬奪得西甲 不是, 應該說西超冠軍才對 不少得的就是本個星期的大戰 英格人足重杯決賽, 有車仔 再加上利物浦 大家剛剛聯賽都以輸球來迎接決賽 最後不少得的就是阿仙奴球迷天地 天下足球, 現在開始 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天下足球的時間 每逢星期四 我們主力都是講歐洲的足球為主 其實現在去到季尾 各個聯賽榜的形勢 有些已經是冠軍已定 但有些呢 還有得爭 今天跟大家分析的 有這個B-19 有UFO 也有小弟文傑 首先說一說 大局已定的 當然德甲真的定得緊 1、2、3、4位都不能動 這個托蒙特 拜仁武尼哈 史奧克04 加上《暮信家拍》 大家都追不到對方 但大家的位置都被拱固了 亦都不會被後面的人追得到 挺脆緻的 只剩下一場球 居然1、2、3、4位都已經定下來 另外就是河甲 剛剛攜聯了冠軍 拿了冠軍 季初一路的成績 我們看到大約是10月份 11月份的時候 是跌到第五位 忽然之間會覺得 他是不是那些都是一屆冠軍 沒有貨賣的那些 當時的阿爾克馬爾是第一 以及川迪那些一、二位 現在又剛剛倒轉 阿爾克馬爾 落到第五 即是風水輪流轉 但要說的是 河甲那方面 除了說阿爾克斯 即是閒聯有他們的實力之外 就是菲燕諾 菲燕諾這一隊 即是大行年輕政策 巴卡爾 以及瑞典國腳 約翰古達迪 這兩個球員 揹起很多入球的重責 或者中場的串連 帶走年輕化的政策 菲燕諾今屆成功 目前去第二位 雖然有被從後追趕的危機 但現在也叫做咬實 第二位的河甲 應該是打歐聯外圍的副家賽 但是很不幸的是 約翰古達迪 其實就是孟城借過去的一個球員 但他染上了神秘的病毒 其實他在四月中打後 已經沒有得出了 菲燕諾沒有了他 其實是一個可惜 林美季美 增足第二位置 瑞典國家隊 去到歐洲國家盃 都會是一個挺可惜的 一些這麼技巧型的球員 或者有瑞典朗尼的稱號 伊巴謙莫域 其實一直都很需要 找一個真真正正的拍檔 不是那些後上攻擊球員 他如果趕不及的話 對於瑞典來說也挺大事 然後再說說法甲 現在大家看到 帶頭的兩支球隊 就是蒙皮里埃 再加上巴黎聖日宴門 我想蒙皮里埃 賽季前打他問他 你都不會猜 沒有人相信 不要說拿冠軍 互賭級已經是挺厲害的 但猜不到來到今時今日 還可以排在頭位 當然剛剛這個禮拜 他已經和了球 也挺峰迴路轉地和了球 去到保時 還有一個十二碼 但是射不入 結果和了2比2 受到騷擾 主射的卡馬拉 已經很集中精神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後面那班隊友 和伊維恩的球員 這方面有點影響了情緒 始終冠軍經驗 少一點的球隊 或者球員 去到這種環境 的確是吃虧一點的 巴黎聖日宴門 說真的 如果被他拿冠軍 也是不合理的 你看他的 剛剛對李懿這場球 也是打得一塌糊塗的 李懿當然近來的 戰績相當標柄 這對球隊也是很適合的 下半季 但是那場球 完全是壓著巴黎聖日宴門來踢 貴宗也有幾個新的球員加盟了 即是阿歷史 麥西斯 再配合其他攻擊球員 巴士道理 都不是說融合得很好 李懿那一班 始終這對球 我覺得 尤其是輸的那球 十二碼 即是輸 沙高 拔人 十二碼 再兼趕出場 其實挺無謂的犯規 其實也不需要犯規 那個球 第二球 夏薩特 真是個人表演 後腳出球 給隊友 這個球員 挺神乎其妓的 輸給李懿 我覺得也無法可說 還有講一下蒙比利 因為其實他在季初的時候 都是盡佔著頭一位的位置 即是想著季中的時候 剛剛跌下來 以這種質素的球隊 應該是一沉不起的 然後可能變成中游位置 但現在又可以撲上來 後勢很厲害 後勢頗有韌力 這隊這樣的球隊 還有巴勒聖日耳門 用這麼多錢 來堆砌出來 都要 現在是落後三分 其實真的 挺損失 我覺得 如果以金錢去衡量 法甲暫時 還未證明到金錢 是可以買到成功的 也不是 其實一隊巴勒聖日耳門 可以從長期不穩定 陪回在中游位置的球隊 拉上來前列 另外要講的 講多一點 其實發粵 法國粵組聯賽的摩納哥 今屆降落粵組之後 一直很長時間 都排在榜尾 第二十位 自從貴中的時候 有些財團入主組 中東財團 還是俄羅斯那邊的財團 抱歉 一時間醒不起來 入主組之後 增強實力 或者士氣 各方面 其實現在一直都 上去較前的位置 剛剛的聖日耳門 也贏了聖伊天 在聯賽上 目前和蒙皮利 還差3分 不過其實我想說 一件事就是 我發覺蒙皮利 這隊球 大家今屆 會比較集中 他們那些法國國腳 譬如基奧特 這個神射手 目前發甲領先的球員 他相當高大 我們看過他幾場球 又不覺得技術 真的太突出 不過可能這些打狀態 起碼你覺得卡馬拉 另外一個前鋒球員 難道又是一些很上勝的材料嗎 剛好大家都是好狀態 但是後面那兩件不得了 背看達 背看達 真的相當好球 也有入過一個十二馬 對著伊維欣 另外一個我想提一下 就是蒙皮利埃 陣中有一個卡比拿 這個球員 卡比拿 20號的這個球員 其實在 就拿過最近這兩場球 剛剛這一場對著伊維欣 其實那個十二馬 臨起的十二馬 就是他搏回來的 他集中在左路那邊 揣擾 無論速度 還有個人功夫 都有一定的 這個年近21歲的 法國年輕球員 我想接下來都會隨著 我們以上所提過的 那幾位名將 或者搶首貨之後 又是一個 可能會被人叫的 你說叫他那些英超 那些中游球會 叫這些貨 剛剛好 那就 OK 蒙皮利埃 今屆拿到法格冠軍 看來下屆都沒什麼資格 留住那些人 北漢達其實都傳出 李博普都在找他 不過不知道 城市機會大 因為現在已經到達到 二三千萬歐羅 我想今年完球季都留不住 這班球員 留不住 其實蒙皮利埃 你說的打法 看上去的場面又不是太突出 真的很依靠一些直線球 以及前面那幾個 較為超班的質素的球員 又是說回貝漢達 卡比那 甚至乎基奧特 那班的發揮 我又不覺得他們的防守有多出色 OK 法格目前的形勢就是這樣 至於老三 就是爭奪歐聯外圍賽 直衛的李爾 目前都挺穩陣 目前打少了一場的李昂 但六後九分 但是李爾還要對著榜首那兩隊 接下來還要對著蒙皮利安 和巴黎星的門 但是李爾近來的賽 近八場贏了七場 輸了一場 氣勢的確是相當不錯的 其實去年獲冠軍那一年 這隊都是由貴宗開始發力的 今年遲了一點 下半季用了皮 比他用多了 我覺得是效果理想過 之前用早高爾的 我會覺得 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這隊李爾 貴初走了謝雲濃 還有拿美 拉美 卡巴耶 然後貴宗也走到蘇維 真是 一下子沒有了整條骨幹 是啊 都行 李爾真是有了 那個班底 不錯不錯 李爾的老三位都挺穩陣的 但你說前兩名又沒有機會 好 說回英冠 大局議令 雷丁最後一走 輸球都仍然可以排頭位 最後連贏十幾場 反而一直領前的修咸頓 就比較跌檔一些 去到貴宗 修咸頓和韋斯咸一對第一 一對第二 全部大家降一級 但是再降一級的韋斯咸 就大件事了 要打這個附加賽 雷丁第一 修咸頓第二 直升 原來修咸頓也挺多擁 我發覺 韋斯咸將會對著第六的卡力夫城 在英超星班庫加賽 第四、第五位 百明漢、黑池、胡鎮 喂!B19 傳統來計 卡力夫城 我們今屆看他聯賽波的決賽 都對利物浦有一定的表現 韋斯咸在艾拿大師的執長下 又變成了一隊悶彈球隊 風格甚至乎受到 韋斯咸自己本身 即是徐仔幫球迷的唾棄 會不會有點冷味 還是第六名有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雖然積分榜是差11分 但是第三到第六名 這個附加賽 其實沒什麼高低 等於當年 雷丁 黑池也是第六名 那樣升上英超 兩場球 我覺得不奇怪 不過卡迪夫城有一個問題 就是近年經常勝 都是入到附加賽 但是又升不到班 這隊球 不知道是他們球員的心態問題 究竟老闆不想升 還是什麼原因 往往都是失誅交臂的 如果這樣比較之下 我寧願卡迪夫城上來 嗯 我也有一點點的感覺 可能要跟Keyman馬啟人 馬兄你說聲不好意思 你對韋斯咸不避我們看好 那就多對威爾斯球隊 威爾斯打比 又打比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有兩隊 好 安蘇爾 堅尼米娜 韋令咸 這些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一些有英超經驗的 一些卡力夫城的球員 另外白鳴漢就對著黑池 其實白鳴漢如果不是季初 要應付這個歐霸杯 應該可以會更加 攀升一些更加高的位置 事實上他們的班底 也是應該 在英冠來說都殺了 殺了 OK 然後又輪到英館 又說一說意大利那邊 意大利就是和英超有些接近 大家都仍然咬得很緊 還有些爭 早記現在領先一分 因為昨晚失了分 AC贏了 現在正回一分 現在最好玩的就是 看看第三位是誰取得 上個禮拜有五對球 有五對球有機會 拿波利 烏迪尼斯 拉素 國米和羅馬 上個禮拜講完 這個星期的位置已經不同了 拿波利和烏迪尼斯 現在五十八分領先 上個禮拜還是第三 拉素兩分 然後國米昨晚輸了 五十五分得回 然後羅馬就五十二分 其實如果爭老三的位置 應該都是拿波利 烏迪尼斯和拉素爭的 因為國米今個禮拜 就會對AC米蘭 下個禮拜再對拉素 應該要贏了才可以有機會 贏了才可以有其他失分 但是如果他兩場都和的話 就累死了AC米蘭和拉素 那也是 國米其實 我們這樣看 你說爭老三的機會都沒有 但偏偏影響了爭老三的人 和爭管軍的人 我記得我們有個粉絲 五月雪 上來了 立刻發惡夢 立刻投言 為什麼 昨晚和了球 和了來切 臨尾85分鐘 被人追回1比1 唉 真是 如果一對球全季不敗 拿亞軍都很可憐 真是很可憐 你不是普通人 輸過兩場拿亞軍 我已經覺得很可憐 整季不敗還要拿亞軍 都只是刺大腿 真是淒涼 那真是 寶方出事了 沒辦法 有時 整季波流流場 祖雲達斯太多了 到現在和了15場球 比在前列中 他和了最多 拿球13場 之前我都說過 當年阿仙奴不敗奪冠 和了12場都被阿費Sir罵 吃不到的暴徒 一對球和了12場 整季 贏球太少了 其實 不是這麼有說服力 冠軍就是最高分 那隊就是冠軍 夠分贏就行了 你得理你 現在祖雲達斯 除非拿亞軍 否則其他球隊都沒有聲音出 是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 祖雲達斯還是有機會拿冠軍 那個機會還算是大的 雖然只是一分 始終他還要對國際米蘭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說AC米蘭 另外就是 第三位 拿玻璃這幾場 不斷贏 不斷贏 卡雲尼不斷入 即是多入幾個 第三位 而且他騎著烏丁尼斯 再加上衣甲 算對賽成績 暫時以得失球排名 他也是領先著烏丁尼斯 得失球排名 是的 也是領先烏丁尼斯 不過上星期有一場球 很有趣 就是拉素對烏丁尼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球證差不多到原場的時候 球員以為出了雞 拉素的門擠走出來 原來是未完 然後烏丁尼斯要扔上街 然後軟射入了 然後拉素球員 所以我一直在看 馬恩和球證投訴 但我都聽得不清楚 究竟那是原場雞 還是出了街 老實說 我自己看著 看著畫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球員會停下來 是的 如果他們聽到場裡 是球議或是球證的雞聲 在這麼吵鬧的環境下 我覺得不奇怪 但這些是否自己不想理 任何情況下 對方還是帶著球 你未見到對方停止 但對方正在組織攻勢 正在站過來 而你自己主動要停止的話 是一個頗不理性的做法 最後結果是被對方在右路不斷爆 而在右腹位射入一個遠程炮 這些語言無由 但最後你跟球證吵 還要說是開球都開不了 其實你可以控告他拉隊離場 其實還要趕手 我忘記了哪個球員其實是打在球證的背部 如果吹完場雞除了吹雞之外 球證也有動作 有指示 你不可能只聽到哨子聲 當成是完場就收工 而且球證會拿回球 證明球已經完結了 在意甲的角度真的不奇怪 有些人是躁底的 最後被羅拔圖射成2比0 這個球其實就算B19說真的 即是你輸到2比0 你都沒理由動球證 即是你那些圍擁球證 拉隊離場 甚至乎你說的擁球證背部的馬哲迪 馬哲迪有份 當然烏丁尼斯又扮了 沒什麼 還在原場前握手聯隊向球迷致邪 這些比我都會做 比我都會這樣 拉數看來接下來這兩場球都 都問了 都問了 看來他們又一直騎著第三位那麼久 又一次用高路斯受傷之後 就一直下滑成績 現在我想帶彈出來的 拿波里和烏丁尼斯的成數會比較高 我覺得拿波里比較大一點 因為近來始終他比較穩定 烏丁尼斯是剛剛那兩場才連贏 之前是一塌糊塗的 意甲那裡說完再輕輕有一點時間 說說英超那方面 大家看到昨晚一場英超聯賽 車路士主場對著劉卡索輸2比0 英超界界都有一些超長寶時 上屆是阿仙奴對利物浦 今屆就輪到車路士對著劉卡索 當然這個是迪奧提受一個重傷 其實他第一次起身 踢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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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他都難得了 鐵打給你身 他的精神 鬥志的確是抵賺的 但你沒有辦法的 你球員始終受傷 就沒有辦法避免的事實 但這場球 坦白說 迪馬提奧之前都說不會流力 但結果他還是留了一些主力 沒有用到出盡全力去踢這場球 因為隔兩日就要踢英格蘭足足盃 但其實他用的球員都不是太過後備 也有經常出場的球員 除了一部份新球員之外 感覺上我覺得人腳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他們本身的 你看第一球失球 雖然拍給CCC是捨得好 但你看到他協防的球員是做得很慢的 即使他邏輯那一刻的確是慢的 我有一點點覺得這場球員不是太認真去踢 所以失分 甚至乎我有一點點覺得他根本不打算欠第四 根本就是打算決賽 即是聯合決賽贏了 這樣就算了 要麼可以 要麼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又覺得從之前失分的所得分數的情況來看 如果這一場車仔贏了 其實是會有64分的 其實反過來 紐卡蘇只有62分而已 其實他們已經上到第五位 如果是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車仔其實跟熱癡 只不過是差1分而已 跟阿仙奴也是差2分 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繼續繼續下去的話 當然不是一定贏球 但如果你能夠贏得住 你贏得到紐卡蘇的話 明義上你欠第3位 還有機會的嘛 理論上是的 但是他下個月又要再再再多一次去利物浦 這些人又是硬仗 利物浦你知道他很討厭 專門在這些時間才會搞你 尤其是今屆對著車仔有一點吃著的意味 如果你的心態導致去與不去之間而輸了 我又覺得是不是過早放棄了 還是以戰養戰 寧願你操練那邊 或者份量減輕一點點 在這裏亂賽你再打算一下 現在最近的勢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心態問題 因為歐聯那兩場過度巴賽 其實已經是一個 對於球員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體力 或者心理上的負擔 他過了這場的心態會放鬆了 可能下場的時候踢球也會有這樣的放鬆狀態 所以對著現在這隊冒起的紐卡蘇 和泊比斯斯斯這麼健康 完全吸引下去 其實紐卡蘇打得比車路士好很多 進攻的銳利感和盜獄的程度 是厲害很多 其實你說這場球其實有個小傢伙 厲害到射了兩個超級世界球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車仔想著 我還有機會打倒你 輸了兩個球是無話可說的 第一球 完全是不想的 左腳就斬過去 他這個球的射法令我想起 以前這個和夫斯波的隔飛地 至於他2比0那一球 這個弧度 這個軌跡 這個曉轉彎的升降機 斯朗那些叫做升降機都是直升的 他這個曉轉彎 有人將他比喻 當年陳七那一球 陳肇琦那一球 他漂亮一點點 那一球都是街外球扔進來 但是那一球陳肇琦控一控再射 這個直接控都不控就斬過去 還有這個弧度是 曲弱得更厲害的 但是我也是那一句 叫他兩個再射過都不行的 這兩球再射過都不行的 我只要說回 如果大家記得 早三季之前的和夫斯波 對出去德甲 最後他們那對前鋒的風霸 迪斯高加上這個隔飛地 入了禁區就起腳 你起了就有了 那個是一個信心狀態表現到他是 即是直接是不會多想多考慮的 即是廢託就是經常多考慮 那這球就慢了 那這球是施施 哇12場球來到入13球 怎麼搞呀真是 我覺得他太厲害了 就是這樣 不知下屆又會演變成怎樣 是的 他真的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不望龍門就這樣射入 現在這陣子 真是 很誇張 好 隨著劉卡素的贏球 65分 熱撤65分 阿仙奴66分 欠第三 老實說 隨便一隊 真是 如果有什麼閃失 而車仔又捧走歐聯的話 那就哭得一句句 阿仙奴有機會 熱撤有機會 劉卡素都有機會 至於孟城和孟聯 大家同得83分 叫作得失球 孟城就叫作領先8球 但是接下來 正正就是孟城 還要作客對著劉卡素 所以變成了 昨晚那場 替劉卡素贏了 就變成 對孟城那場 也關係到 差冠軍那場 變成他對孟城那場 一定 又會跟你拼命 那就變成 對孟城來說 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再加上 那場球是 偉被執法的 我對孟城有點擔心 直接投訴 有人 對孟城 為何會給孟城 來執法這場球 能否換人 真是 這是不是叫做立即做事 你真是 想到不想 瓜田美孝 真是 那是不是只有孟城一個 應該不是的 還有其他 不過他比較主打 那你當作秋水 顧名思義的孟聯第十二人又出擊 看看怎樣 我又不覺得 長長都一定是這樣的 但因為偉被的關係 其實增添了很多大家估計的元素 其實是好事來的 對於一場球的期待 大家期待他這次又搞不搞事 不搞事 我就說位置給什麼 是好人來的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英超球證的水準是很糟糕的 只不過呢 剛好如果執法了 某一隊球賽事 你就覺得他偏幫 OK 那現在 接下來只剩下兩場球英超 如果孟城真是最後能夠奪取 這個聯賽錦標的話 都挺有趣的 孟聯很少去到季美領先處 八九分都會倒退出去 我印象中 就是孟聯比較明顯一點 到最後拿五盤冠軍就九八年 就是輸給阿仙奴那一年 就是帶了一段時間 林美給阿仙奴過了 那也是三月份才開始 三月份奧華馬斯入園都是打 那時候原本領先九分開始 我記得是帶來了幾分 其他賽季基本上 孟聯帶先了 很難被人反吸 多數都是他 最喜劇是這次 林美剩下幾場球 如果我還是八分都可以 沒有優勢的 那這個的確是 少見一點的 孟城為了證明自己是否真材實料 或者實至名歸的 就是告訴你 聽誰執法我都可以贏的 贏到的 那就行了 OK 那麼第一節就來到這裡 第二節 第三節我們有些什麼話題呢 我們照樣去預告一下 第二節有阿仙奴球迷天地 第三節厲害了 接下來本週末 英格蘭捉中杯決賽 我們也邀請到兩派利物浦的球迷 以及車路士的球迷 不止他們兩個 還有很多人進來的 大家一起開一個 很久都沒見過的球迷論壇 我們稍後見